我想其实大家会发现 柯智恩在高雄市的民调是持续往上成长 这也反映出其实 在高雄反而蓝营就有一定它的基本盘 那再加上我相信上个礼拜 周末那个肇事也是很成功的 把一些蓝营的人都集出来了 那最重点我还是发现 因为最近尤其在9月份的时候 高雄市市政方面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比如全国都知道了爱河的浮丝不断 还有停水停电 可以说是变成了家常便饭 所以这些其实这个不好的施政成绩 都会让高雄市民重新去想过 要让什么样的人来担任市长 但是在这个慎选的看好度的部分 成绩就将近七成 那客制可能大概百分之九点多 选举还没有到最后 我觉得是要赢在最后 那客制人的声势已经有往上在走 那我相信最后这五十几天 我相信大家还是会全力充斥 那我们期待自己全力充斥 但是我们也会紧盯着陈其迈 还有他的团队 到底在市政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 让高雄市民可以觉醒 要一个奇迹还是要一个正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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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